HELLO 星期日 家室朋友大家好 上個星期就去了偷懶 沒有煮到 跟家人出去吃飯 今個星期 我們又去跟大家聊天 看看做些什麼 天頭熱 都是走不開 聖瓜我很喜歡吃 煮了第三次聖瓜 這是一個潮州人很喜歡的手法 他們是一個半湯的形式 煮出來濕濕的 有些人喜歡喝酒 喝完酒 他們有些濕一點的菜 沒那麼少 沒那麼少 那我們煮東西很濕濕的 今天我們成本配了些什麼 我給了洋蔥 雲耳 冬菇 魚肚 有些蝦乾和雲腿是要看什麼的 等到一口湯甜一點的 另外的材料就很方便 薑片和蒜片 大家看看怎樣做 都是我的方法 聖瓜 先去一些瓜青味 炒一炒 燒一些油 放一些聖瓜去抖一抖 先去這個部分 放一些 放一些蘿蚊 炒和乳炒 放一些鹽 炒 熱一些酒 放一些裡面 放一些鹽 炒 這樣 啫青味 對 i am 剩下的再刮的甜味 要刮抹准备了 加入一些姜 蒜蒜 放入鱼。 放入鱼, 鱼和鱼, 鱼和鱼, 放入鱼。 鱼和鱼, 炒入鱼。 只有一把腥, 鱼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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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和鱼と鱼。 鱼和鱼。 鱼和鱼鱼。 鱼做, 鱼和鱼。 鱼鱼。 鱼和鱼, phase, 開始炒。 鱼有少許鹽, 那次可以浸泡一些水 浸泡一下 如果有鸡汤 你不是下鸡汤 不要用鸡汤溶水 用鸡汁滑鸡汁 要么都不用碰鸡 除了你的鸡汁和鸡汁都很甜 先把鸡汁滾透 滾到出味了 接著放鸡汁和鸡汁 鸡汁鸡汁 鸡汁鸡汁已炒到半山 鸡汁鸡汁已炒到半山 鸡汁鸡汁已炒到鸡汁 不用太早放 那朋友在Youtube發問 你用鸡汁和鸡汁鸡汁 很普通 如果你想買鸡汁 你看你用來做甚麼 你煮甚麼 中式熱热鸡 普通家用鸡汁的家用鸡汁 有幾歲已經可以了 我這隻就是普通的鸡汁 如果你一般煮飯 一般是廚家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買一隻鸡汁煮飯 最基本你買黑金剛 已經可以了 下去的家用鸡汁 之後我試一下鸡汁煮飯 應該也夠味 是不是一副湯煮飯 煮飯一片 變了奶白色 OK了 煮飯 煮飯 也醬汁煮飯 要醬汁煮飯 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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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煮飯 煮飯 我用小火炸小火一點 有些魚肚子在裡面, 爽一爽的味道 好了, 滾到差不多, 爽一爽的味道 湯液得非常甜 這個時候, 我就放一些盛瓜 大家看到, 這個菜很清, 很適合熱天 但你不要想著它清, 它沒有味道 因為有些海味, 雲吞在這裡 它清得來, 味道, 那個魚韻是很好的 好, 不用其他東西了 這個菜, 生瓜, 魚肚, 雲腿, 冬菇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湯, 千萬不要賣東西 就這樣上菜, OK 吃坑拿出去就可以 我只看見他客人 再不是你拿鍋子, 燒熱的鍋子上去 這樣就行 再不是上碟, 用個刀來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一味雲腿 雲腿, 雲耳, 浸聖瓜 這樣就完成了 潮釋鋒 大家都可以去煮一下 這個燕臉的夏天 都幾清涼又簡單 這個做法 好, 接下來 因為你們在面對 做多一個很適合熱天的 給大家試一下